你太蠢了 脑子不行还要创业 嗨大家好 最近呢见了几个创业的朋友 听了他们自己还有一些同行创业的故事 我就忍不住想说一下这个创业的话题 都说创业九死一生 以前呢我们总觉得创业九死一生 是因为创业本身风险大 然后听了这些人创业的故事之后 我发现啊要改观一下了 创业本身的风险其实并不是很大 是创业的人有九成他自己脑子不行 说白了创业之所以九死一生 只有10%的人能成功 是因为很多人没有自知之明 很蠢他非要去创业 有九成都是自己作死的 最近呢我接触的是 搞这种直播行业的创业者比较多 大家知道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很多直播带货创造了奇迹 还有很多老板把线下的生意转移到线上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更加是助推了这个直播带货行业 确实让很多人逆袭 很多人用很小的成本也创业成功了 然后呢就这个自媒体直播带货行业就涌进了很多的创业者 但是有很多在自媒体直播行业不仅没有赚到钱 反而负债累累 那这几个失败的共同特点啊 我就是觉得他们都是脑子进水了 就比如说他们开这种直播带货公司的 他们首先呢就是要找一些带货主播 那几个失败的老板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他们找带货主播就要求年轻长得漂亮 他不管这个主播自己是不是有粉丝 是不是一个做销售的料 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啊 是大概是40岁左右 他呢在深圳一直是做销售的 在几个公司都干过 不管到哪个公司人家都是销售冠军 后面呢他是在一个房地产公司 这两年不是房地产不行了吗 他呢就想谋求转行 然后呢有一次跟这个做直播行业的这个老板聊天 他就说呢他自己是销罐 做了这么多年的销售 非常善于销售 他说现在呢自己也想转行 要不就是说给他当个主播 帮他带货什么的 然后我这个朋友人家确实是口才非常好 也非常能搞气氛 讲话是妙语连珠 又非常幽默 又非常有亲和力 但是这个老板呢看到人家是一个中年妇女 他就完全就不考虑 说白了客套了几句 不干 人家回头又去网上招聘那种年轻的女孩子 所谓的颜值主播 就没有给这个销售冠军机会知道吗 后边呢我就跟我这个朋友说 我说哎你也别跟这种老板混了 你看他他是个创业的样子吗 他这不是在招员工 他这隔着挑女朋友呢 挑后宫呢 他这隔着想的就是人家看直播的观众都是色狼 都是好色之徒呢 人家现在看直播的 要么你有才艺 别人欣赏你的才艺 要么就是你拍的内容非常吸引人 要么就是你直播带货 确实你有这种很好的销售才能 能把气氛引嗨 能够介绍产品介绍的符合别人的需求 让别人心动 谁搁这就是啊 看你招了一个女主播有几分颜值 别人就要给你刷大火箭啊 别人就给你买货呀 不存在的嘛 然后呢 这个老板呢 就以他的这种个人口味啊 就是觉得我当老板了 我就要挑选颜值主播 找一些年轻漂亮的 一个个粉丝也没有 经验也没有 然后每个月还要给主播发基本工资 怎么都得8K 一万起步 然后希望这些主播 能够用颜值帮他吸粉 帮他带货 做着春秋大梦呢 但是呢 这些主播就是年轻 然后那个颜值也不能说统一了所有网友的审美 只只不过说这个老板自己认可 又没有流量 这个老板呢 就开始投钱 投流 先引流 想着说我先引流 让我这些女主播用颜值取胜 但是这样做的老板最终的结果就发现 他招主播发工资 花了很多钱 然后投流 花了很多钱 但是呢 最终没有产生收益 眼看着每个月都是亏损 还有这种办公场所 还要买一些很贵的设备 就是他创业所有的花销 都没花在点子上 创业本来就要把那个资金用在刀日上 他全没有花在点子上 对吧 你像做直播这个行业 本身设备 他都不是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都是主播 我们也给他建议说 你与其找这种完全没有经验 没有流量的主播 你何不找一些 本身人家在自媒体上都已经有粉丝基础 打比方说 他粉丝有十万家 他也不算什么大咖 完了自己呢 人家在自媒体上呢 就是自己做只有流量受益 没有底薪 如果你找这些人来给你带货 人家有流量基础 你给人家一定的底薪 别人自己播也是播 给你播也是播 你找一个自媒体人 你就有十万的粉丝基础 那你找十个是不是就一百万了呢 你找这些来打造一下 是不是人家就本身有一定的粉丝基础 你创业的风险就小一些 你需要投入的成本就小一些呢 你就是要把别人的流量用起来 要借别人的价值 借别人的事 大家就是合作共赢 这样你的风险就小一些嘛 而且这些自媒体人 他们自己在做内容 在带货 在直播方面都有一定的经验 不需要你从零起步 对不对 但是这些老板他都听不进去 就说白了 他把创业当成一种 就是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了 就是花钱给自己的兴趣爱好买单 他没有从这个消费者 没有从市场的角度 也没有从这个规避 创业风险如何最大化 获取创业利益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所以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 一个没有创业的来看这个行业 就觉得这老板他没几个月 他就得关门大吉了 就这么看问题都看不到本质 脑子里全是水的人 纷纷涌入创业队伍 你说他能成功吗 所以看了这些啊 就是就觉得创业的九死一生 主要是在于这些创业者 自己本身就没有头脑 一个公司能否成功 主要不是员工 得看这个剁手 他是不是能掌握方向 他自己有没有头脑 所以啊想创业的人啊 如果本身是普通人 家底不是很雄厚的话 你在创业之前呢 最重要的设备啊 是先买一面镜子 咱先照照自己 看看自己那那大的猪头 里边装的什么东西 是不是一块创业的材料 不然啊你进去了就是 创业韭菜 你进哪个行业 就被哪个行业收割 最后把弄得自己没赚到钱 然后呢还借了各种各样的贷款 负债累累 拖累家人 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一下这种创业的经验 教训 谢谢大家